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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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次有个许禅,正如我们新西兰耳德台阳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订阅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话实话,这个许智峰也是许禅 是吧,这个许晨是犯法的,是逃犯 也是一个圆红100万的通缉犯 看到他最近还和另一个同期的通缉犯 就是这个任建峰,双峰,两个疯疯疯疯坐在一起 还在亚德莱德约在一起 去了一个很繁忙很多人的唐人街市集 还大叹星马的拉沙 真是有凭志愿方林,不亦乐苦 对于这些人看到100万的圆红通缉的时候 一部分引号香港人呱呱吵 日后越来越多通缉,很容易犯国安法 又说到港区国安法很害怕很危险,要趕快走 但出到圆红100万,加上两个双峰才提到 200万在唐人街,还可以在美食广场慢慢享受 还可以做个selfie自拍,聊聊天 究竟是港区国安法不得人害怕? 还是那些人太过惊青? 还是许智峰太过大胆? 胆大包天? 还是疯了线? 很难拿捏 我们看到另一个在英国的揽炒吧 刘祖迪又说到很可怕 有疑似内地的间谍想冲进他们的记者招待会 我听到我都拒头 说明叫间谍 应该要行踪神神地避 很难被你发现才叫间谍 是吗? 是的 为什么会冲进你的记者招? 我都拒了头 还是送外卖的 还是你们自己说人家是跟踪 他又说到很恐怖 不如这样吧 刘祖迪不如去澳洲 三个坐在一起 是的 没错 但是有没有呢? 也不会 究竟他们什么葫芦买什么药 其实挺有趣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国师 不是陈文根的国师 就是另一个被他们叫做引号香港人的国师 沈旭辉 沈旭辉 他也挺够僵的 他真是大胆 这样公然在公众的场合 这个网上是一个公开的节目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和一个在途的疑犯联络 这次的联络 有没有对在途的疑犯提供一定的帮助呢? 是吗? 就好看他们两个在通缺犯和沈旭辉 国师一起做这个节目 究竟是一个访问还是什么 还是用来赚钱的东西 都挺够僵的 沈旭辉的老婆和小孩 看到他都不介意在社交媒体上出色 四围酒 是不是都打算不回香港呢? 他现在在沈旭辉大师的加持下 现在给了一个机会 电脑许智峰大谈 对于他被袁洪100万通缺 做了通缺犯之后 很厉害 他在那里有什么说呢? 许智峰的意思 真的大胆 对啊 你没理由的 让他在你的平台大放厥词 你见到这个通缺犯 或者你有方法联络到这个通缺犯 当然警方也可以透过Facebook 即是许智峰的专页联络他 但他送不送你 就另一回事 他当然不会打给你的 许智峰会说到自己非常没问题 虽然说你通缺了我 但他生活的小区 一切如常 大家都见到我 即使是袁洪100万 人们都不在意这件事 要另类的目光看着他 可能对于这个瘋佬 也是一个常态 看到他这么久了 一段时间 他都说的 觉得特区政府这些小动作 会不会令到他担心呢 但自己的家人和资产 一早已全部成功移到海外 如是者就说自己在这个自由世界里面 生活就无拘无束 和街坊伦理的关系都相当融合 不用每一句说话都担心被检举 批斗等等 又说下一代就不用活在这个洗脑 和斗争的环境 又过得深安理得 所以他竟然说 对于新香港的官员 跟他们说一声 我活得比你们好 哇 真是大口气 这个人 真是无耻之极 隔着屏幕都闻到他的口臭 就是 这么说话 你是在途疑犯 你自己不负自己的责任 不止 还要这么大支声 这么说话都可以 因此你见到沈旭辉 给他这个平台的解放厥词 是相当之夸张的事 对 会不会是沈旭辉自己 除了很支持许智峰之外 更加知道 对香港这个地方 和许智峰一样有那种反对的心 他是不是很直白地去反对 你看看沈旭辉 他就没有 好像他们用这种激迅的言辞 但是 你今次高调地和这个通缉犯 就是连成一线 去做这个痴线直播 还是痴线的访问 我都觉得很大胆 你就是盼着命 就放弃了香港的一起 或者想好后路 也有办法 以后都不用回来香港了 不过起码他真的 叫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博士 国际关系专家 等等 他如是者 去到其他地方生活 应该都算是可以的 很厉害的 我们看到沈旭辉 他想当年就说这个黄色经济圈 就说价值千亿 很有潜质 不过我们看到香港 甚至乎他们在英国搞一些 都叫做一潭死水 搞到半天吊店 就是准备了 准备了 就是准备了 就是医护肺 就是没有得医护肺 但是我看到 好东西 好东西在于什么 这个沈旭辉 他找到一种 给自己 如何利用这个黄色经济圈 来经营自己 一种新的黄色经济圈 就是给他自己专属 他就会搞很多不同的会员 收费的东西 或者出一些书籍 他老婆也好 他自己也好 他这方面的市场是做得挺好的 甚至乎对一些 批评他 或者不太同意他的人 他的声音 他都会马上去封锁 他的模式是怎样的呢 他会想起很多新的名词 例如美丽新香港 或者新香港 想起很多不同的名词 他懂得如何把香港的问题 扣进去这个世界 或者扣进去一些历史 曾经出现过 类似的情况 就将以前的事件 一些名词 再套回到现在的香港 那些人 就会把一些很旧的东西 当成新的来看 有乱想 是的 就会形成了一种思维 觉得很厉害 他是从过去世界 曾经出现过的政治情况 套入现在的 他所说的叫做新香港 而接着 再去推演 未来的香港的情况 究竟是怎样的 那推演来做什么呢 推演来没用的 但是记住 一出现了一种 就叫做离散的香港人 他们也会想 究竟他们也会继续关心香港的 或者都会想 没错 究竟有没有机会叫做光复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报底见 报底见一件事 还有看看 究竟香港会不会越来越坏 他们有一种很自然的心态 就是希望香港死 希望死 是 这个就是坏的 沈大叔 沈旭辉 就很懂得找回过往发生过的事 例如好像文革那样 批斗这些词汇 批斗 就把这些词汇 或者历史发生过的事件 套回到今时今日 套回到今时今日 就说到 现在香港就好像 文革2.0那样 正在发生的 如果你再不走 你迟些就死得人多 就是散播这种恐惧 他又怎样证明 现在香港又正在发生文革呢 那就找一些事情 去治风 被批斗 现在去了澳洲 都要追杀他 说到这样 说到这么恐怖 这一群人 就叫做英武学舌 他们基本少少 以前 内地的文革 那个发展是怎样 那个历史究竟是怎样 他们只是听到少少 就是核子魔障 听到少少 就把沈旭辉的事 放到无限的大 因此他们就会很崇拜 真的 真的 沈旭辉真正对 现在 网上说几句 现在这样 随便做几个贴 就是联署 通缺 或者可能 藍丝群组 等等 那叫做批斗 就是和过往文革年代的批斗 用来双提并论 来吧 只有那群人才会相信 他们会相信 他们会相信 深信不疑 我发现很可怕 大家 是不是香港人的历史知识 是这么肤浅的呢 看来真的 很多人都对历史 认识实在太淺白了 不可以这样的 因为文革这些东西 其实在中学都有教的 如果你中学没有学过的 图书馆很多有关文革的史料 正正经经的看看 你可以深入认识 文革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但是很多人真的不懂 很多人就深信 沈玉辉说的 要认真去面对这件事 你说文革是以前不好的事 所以我们要不要理他 看现在开放改革之后 国家究竟是怎样 那就算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以前发生过的什么事 去把清了那个脈搏在哪里 除了要有前瞻性之外 也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不可以让那些人 单憑一些东西 利用了 放在现在这群人身上 其实挺可憐的 刚才我们提到 有一部分人很希望香港死 所以想听沈玉辉说 香港有多死 未来怎样死 现在是一个新香港 他们全部离开 就为了一个新香港 你卖弄到这种情绪 所以沈玉辉推些什么出来 便会有很多人支持 有个销售 有个市场 有个市场 可以说是买得到 所以你看到他会出那些书 会有人买 其他可能明年就一样 但是他又继续Patreon 可以继续做的 常做常有的 这个人很发的 你不要小看他 所以他读书读完来 竟然用来找这群黄猪的钱 你误渡人 真的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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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做了很深信 我看他 放许智隆这些东西 我看他不断的 自己接下来有什么书 又是什么 签名版 又是这样 他又找到其他人来卖 不只是他自己的东西 他自己的东西卖 很多东西卖 很明显就是 你说的那些东西 就是说一些喜欢 想获得一些 有关于香港 或者中国 内地的负面的信息 他是提供这些养分 不停地 就算没好 没坏东西也好 都说到这件事很坏 那就可以继续养住那些受众 那些受众是很喜欢听的 好像许智峰这一节 很厉害的 很多人喜欢看的 你说多可怕呢? 他是迷惑一群人 迷惑一群人 认为许智峰是受迫害 好像文革一样 其实不是的 没有这回事的 所以就用一个叫做学者 去包装 去分析现在的局势 对于一些叫做未离开的香港人 就是香港那些 他们会觉得很想听一下 就是这个情况 究竟未来会有多坏呢? 来到再计算 再想想 究竟自己何时要离开香港呢? 所以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气氛 某程度上 这些人都很懂得在这个问题的时候 去到银食 银食 没错 不过呢 我觉得他这次是去得尽了 就是联和这些通缉犯 许智峰 这样一起叫做在线 做访问 你明知道 很老实说 贵为国师 沈旭暉 很明显看得出这些人 没有了解 只是许智峰 但是你硬拿来捧 捧他 捧他 吸他的光环 被人觉得很厉害 国师找到他来做访问 是啊 光主也找不到他 沈旭暉就找到了 多厉害 当然 这个癫老许智峰 也是想去 借着他这个平台 再去说一下自己的究竟是怎样的 不过搞笑 沈博士 你连许智峰的封字也打错 是 他不是用这个封字 不过算了 两个字都相通 虽然打错 是 不过算了 好了 我们今次暂时说到这里 你对于沈旭暉 他这些妖言惑中的事情 不知道有什么看法 不妨留言说一下 好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